哈喽大家好 昨天晚上一场好大的雨 今天早上一起来 看到石虎兰蓝色妖姬 它的叶子变成了鲜艳的红色 非常好看 早两三天 我已经发现它的叶子 有一点紫红色 但是我没有太在意 因为晒得太厉害的话 它的杆子也是会变紫红色的 但是现在呈现在眼前的 却是鲜艳的红色 这蓝色妖姬 妖气太重了吧 拿进室内仔细的观察 看它叶子的颜色 比秋天去看枫叶还要好看 叶子有黄色 有红色 还有棕色和绿色 这么漂亮的色彩 我养了它这么久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什么原因呢 这是很不正常的 仔细看 终于看到问题所在了 看这顶端的这片叶子 中心的部位是咖啡色的 轻轻一拉 整片叶子就出来了 叶芯已经烂了 再来看另外的这条枝杆 中心的位置也是腐烂了 看这个位置 已经枯萎 轻轻一拉就出来了 看中心的位置还长有白毛了 再来看其他的 看这里有两颗高芽 这后面这里也有两颗高芽 再来看这边 这里也有一个高芽 食物栏长高芽 并不奇怪 但是我养了它这么久 它从未出过高芽 怎么会一下子出这么多高芽呢 这可是一个警讯哦 植物它也是很聪明的 石虎兰当它感到生命受到威胁 它觉得它的生命快要完蛋的时候 它会长出很多的高芽 想尽办法延续它的生命 虽然已经历秋了 但是纽约还是很热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今年的雨特别多 而且呢 连续几长的大雨 兰花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环境下 很容易就会出问题 雨水积在夜星的这个位置 长时间不干 又高温就很容易产生细菌病菌 还有那些老的枝杆 叶子已经掉了 但是还有那些叶甲裹住这个枝杆 上面呢变成了张张的黑黑的 这也是放到室外才出现的 问题出现了 现在要解决问题了 看这中心的已经腐烂了 再来看另外的这片叶子 轻轻一拉也是出来了 中间的位置也是烂了 看这中心 这里有一个孔 看上去是黑色的 湿湿的 用手这样压一下 还有水出呢 哇 好恐怖啊 让我把镜头拉过来 放大给大家看 这样子看清楚 看一捏 水就出来了 这种就是已经腐烂了 把它拔出来看 这个位置已经黑了 看来叶子变成红色的 那部分的杆子已经是烂的 那么这种红色的叶子呢 就要继续拔 把它全部拔掉 上面的叶子可能已经化成水了 比较容易拔 这下面的还有一些纤维在 就没那么容易拔了 下剪吧 把这些坏掉的部分清理掉 先从这个位置下剪 看 这剪口还是 带一点黑色 我怕它的细菌已经 进入这个部分了 所以呢 我想应该再剪深一点 剪到要重新喷酒精消毒 免得细菌传来传去的 剪口呢 一定要没有黑色为止 其实没有黑色 也不能保证它没有细菌 只是我们右眼 只能控制到这种程度了 接下来就处理旁边的 另一条枝 一看就知道 它是有问题的了 你看 轻轻一拉就出来了 太难看了 看 这些都黑了 一直拉到这个位置 看 里面的杆子都已经变成这样了 已经腐烂得很厉害了 细菌把质杆的肉质部分 几乎都吃光了 接下来也是同样的处理方法 剪 一定要把所有黑色的部分剪掉 看剪口 往外挤出的枝叶 好恐怖哦 剩下的枝条 我就不足以展示了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修理 总共剪了五条枝杆 老枝杆上不是有很多干枯了的旧的叶夹吗 尽量把它撕干净 因为它已经生病了 有细菌了 我就怕这些细菌藏在叶夹里面繁殖 其实我一直都不主张把那些旧的叶夹 就像皮一样的叶夹 不主张把它剥去 为什么呢 因为在节点的位置有很多的芽点 它是保护这些芽点的 所以它把那个质杆裹得很紧 不容易剥去 就是这些 干的时候很难剥 不要硬来 等一下用水把它浇湿了 就很容易剥了 接下来看一下它的根部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就要重新上盆 看起来它的根还是好好的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暂时来看 不需要给它换质料 先观察吧 最后把它拿到室外 用水喷湿之后 只赶上那层皮就很容易撕下来 撕下来之后就看到 几乎每一个节点都有一个芽点凸起 说实在话 其实真的不应该把那层皮剥开 现在因为它有病菌 怕病菌藏在那层皮上面 所以迫不得已做这个动作 最后我把整盆花用广浦性的杀菌剂 用清水吸湿之后 把它彻底的喷洒了一遍 希望蓝色腰肌能挺得住 它以后的进展情况 我会继续跟大家跟进 谢谢收看 感谢观看